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要看到实体经济要果真复苏之后 才考虑QE要退场 不过市场强烈在回应美国QE退场的机制 到了我们看到7月10号 伯兰克的记者会他特别在强调 看到失业率实质改善 那么才考虑QE退场 到底QE的退场对全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那么到这段时间我们回头看 那么整个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都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 在4月12号 13号 黄金价格暴跌之后 那么在这段时间金价一度跌到1181.5 我们先来看看 在目前的这个黄金的价格的回漏 黄金跟白银是这段时间跌幅相对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纵然有中国大妈在这段时间买了300公顿的黄金 但是黄金的价格仍然是一路在探底 这个探底之势看起来没有完成 白银的价格跌得更凶了 那么在整个波段白银从49.97一路是跌到18.34 这个跌幅相对来讲将近70%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白银的这个状况相对的弱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 黄金的价格的下跌 一方面它的避险的功能慢慢在下降 另一方面 大家也在迎接美国QE退场之后 可能利率要开始回升了 这段时间除了黄金白银白金价格下跌之后 最显著的我们可以看到 有众多的这种新兴市场 那么在股票市场或在外汇市场 两个股汇数 同步都是大幅度的下挫 我们看到 如果以今年上半年的全球股市的表现来看 巴西股市下跌21.4% 跌幅是名类前茅 那第二个跌幅大的是 在香港的国际指数 它的下跌达到18.68% 那么情况一样很严重 那第三个就是俄罗斯是下跌16.47% 第四个是中国的上证指数下跌12.7 这个名类前茅大概都是跟金砖四国有关 所以我们看到在最近高盛公开的报告当中 他已经到达金砖四国一把 他认为说在过去十年的这个整个奔驰来看 那么金砖四国应该他的经济的奔驰告一段落了 那么他说金砖四国的锋芒见习 那么大家对未来要有另外一番不同的想法 那么他特别提到中国在经济调结构 那么现在资金趋劲 如果外资在退场 那么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他一定会非常重大 这个也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在金砖四国现在面临相当大的一个调整压力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南美洲当中 包括阿根廷包括智利 连巴西现在情况都相对是不好的 那过去这十年全世界的险学 大家把这个钱放在金砖四国相关的标的 但是现在来看情况是不如意取 而且大家可能要开始有一个危机警告 我们看到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 中国大陆的高档餐饮收入 他是上半年下跌百分之三十六 这是情况是严重的 另外在习近平跟李克强 缓收的效应当中 现在的奢侈品的消费 在今年上半年下跌百分之五十三 这个数字看起来都非常惊人 那么我可以看到 在最近大陆一个省级高干来到台湾 我跟他刚好在换局当中认识的 那么他特别提到 他说最近这半年来 他的换局减少百分之八十 所以这个就代表说 整个中国的这个各地的这个 现在的调整看起来是非常的惊人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 李克强仍然在强调 他的调结构是不为所动 这个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陆的资金的趋紧 看起来是情况没有改善 那么到目前来看 金砖四国的股费市都是下跌 表现稍微好一点 是印度下跌百分之0.159 大概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金砖四国的股市都下错 而费市 印度的卢比 这个礼拜最低是贬值到61.39 情况一样是贬值的这个态势很大 另外俄罗斯的卢布是到33.366 也是相对的大 巴西的里纳情况更严重 它最早升值到1.52 现在是在贬值到2.269 那么相对来讲 在整个汇率的贬值当中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相对是比较大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只有人民币相对还在一个相对升值的状态中 那这种情势来看 大家可能开始要面对一个 在过去大家没有想象到的一个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 过去大家想到中国大陆的经济都一片好景 现在看起来它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而过去大家很习惯的 对美国的经济 吃之以鼻大家都看坏 但是现在美国的强势看起来是日政当中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马开老师 特别邀请到我们林光兴林经理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特别请马老师来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想见得到 过去这五年当中 我对马教授非常钦佩 他一开始在08年 我们竟然在一起 他08年已经依告中国大陆退出 这个世界工厂之后 他会遭遇到一连串的经济挑战 他很早就已经宿井了 那么现在他当年的议演 现在不幸而言重了 同时他非常看到美国的经济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美国的道琼指数 现在在这个礼拜最高15300多 他距离15542.4的一个历史天价 大概差200点 这里面罗素2000已经领先 创历史新高了 今年当中费城半导体涨幅 达到百分之21.7 那么相关相对金钻市国的大跌 美国股市相对大涨 道琼上半年涨幅是13.7% 相对是粗类拔萃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世界正在变 这个变到底往哪个方向来变化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马教授 马老师好 您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我们林经理跟观众问候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回头我们还是要请马老师开始 就是刚才我已经特别 我特别褒奖你一下 就在这五年当中 你大趋势看的是很精准 也就是说你看坏中国 然后看好美国 到目前来看 美国还是世界的强者 最近我看到一个 摩根斯丹利的一个 新英市场的主任 他说每一个市场 十年就有一个高潮 就是说他会有一个很大的题目 给大家去想象 他说1970年是黄金 1980年是日本 1990年是 以美国为主的高科技公司 2000年之后 十年是金钻市国 他说这个都结束了 所以他还在想说 到底下一个十年的 大的浪潮会是什么 那我们如果 以目前这个情势来讲 最近这个整个世界的巨变 包括QE要退场 不退场困扰大家 我们如果从这一次 高盛公开看坏金钻市国 那美国在这个地方 QE要退场 这样的一个讯息 给我们所有每一个 喜欢对经济关心的人 应该有什么样的启发 其实我等待这件事情 等待了很久 等待了很久 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 让我们看到的最兴奋的事情 就是全世界的三大幻象 对 都破灭 对 事实上这个世界 有好几个大魔术师 对 一直在变魔法 这个魔法呢 遮尽天下耳目 所以波南克印象票是一个 其中之一就是波南克 波南克他从2008年玩的这场戏法 对 他让全世界以为这个戏法对美国有利 其实对美国不利 对 他以为他的这个戏法呢 让美国经济可以复苏 同时带动全球经济繁荣 但效果正好相反 对 所以我从2009年 对 就开始在祈祷 波南克哪一天 大梦不是大梦初醒 可以把这个Q1退场 对 但是等到现在等了四年 对 终于等到这一天 对 但还没有真的退场啊 他喊的话而已啊 其实 其实是这样 是 Q1退场不是行动 对 是靠喊话 对 喊话代表他的意图 对 因为今天有太多的热情 停留在美国之外 对 他们在等待哪一天 波南克一喊话 对 他赶快回去 因为只要他一喊话之后 回去快的人 会买到比较便宜的美元 对 回去快的人 也许会抢到 美国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是 而回去慢的人 他可能一方面 他在他的 这个新世界 这个利率的这个利差 已经不见了 对 而且他会承受 就是新国家 这个汇率大变 你讲到波南克 这个两次喊话 其实最大目标 就是让那个 滞留在新京市场 那些肉钱 黑美国 对 而且这个热钱回去 就像白老鼠一样 对 回去越早 越有糖吃 回去越晚 就会受到越大的伤害 所以每年就一直生 对 所以除非 波南克能够 把这个情势 让他缓和一下 否则我认为呢 不需要等到他真正行动 钱就全部都回去了 是 而钱回去之后的后果呢 其实都可以推断出来 一个就是美国本身 我们已经看到 对 他的公债的这个价格 会大变 大变 所以资利率会上升 另外一个呢 就是美国经济会大好 因为原来钱跑出去了 对 现钱跑回来 所以他要进行一场 这个资金行情 对 那资金行情呢 一定会带动投资消费 都快速 搞到最后美国经济会变过热 一定会过热 这个过热的时间 应该蛮快的 大概几个月之内就会出现 同时呢 当资金从新兴国家 跑出来的时候呢 新兴国家呢 他会资金失血 失血 所以一方面会贬值 一方面利率会升高 而且有些国家呢 为了逐贬 他故意去升高利率 所以新兴国家利率上升会很快 而这个后面呢 就会有另外一个后果 利率从接近零 到快速升高 升高是以倍数在上升 这个倍数上升会打击到 所有跟利率挂钩的东西 其中一个是债券 债券最近是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房地产市场 对 因为房地产市场 基本上就是一个债券 对 我花30年的这个时间 对 按照某一个利率去买房子 对不对 但是它跟债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债券是通常固定利率 是 但是房子的利率是7栋 对 所以我1%的时候我买进了房子 到4%的时候我怎么办 对 所以房市会发生一次大修正 对 会有大量这个逃脱潮 对 而且逃脱潮呢 会让房价快速的贬低 甚至会崩跌 对 但是这些过程呢 都是Q1实施这么久之后呢 你要矫正它 你必须要承担的后果 而且当这些后果都承担之后呢 对 这个世界就真正回到正轨 对 所以我们可能会慢慢在趋近 2007年的状态 是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了 是 但是另外一个大的幻象就是 我们认为中国 对 是永远不会下来 它的成长率永远是这么高的 对 但事实上呢 在2007年 对 中国决定 劳动合同法 对 劳动合同法 企业所得税法 它决定要实施这个法的时候呢 它等于是 它要放弃世界工厂 而到最近呢 对 世界工厂应该是确定 是 不会再存在了 对 所以你看到大陆出口就一直往下降 对 所以最近的数字很可怕 6月居然 按照这个同一个月份 跟去年相比 居然出口下降3% 我相信 这个不是一个终点 是 这个是一个持续在 往下跌的 对 这个过程 所以中国大陆呢 失掉了世界工厂的这个引擎之后呢 我一直做一个比喻 大家不太想要听了 我说好像一个巨无霸的飞机 在天上飞的时候 对 把引擎打掉了 打掉 不是失速 是把引擎打掉了 慢慢下来 引擎打掉以后不是慢慢下来 堆毁了 就堆毁了 所以大陆的目前情况是非常可怕 然后他在过去这几年 他们用个障眼法 用十二五计划 什么内需换外需 市场换工厂 那个障眼法呢 其实是 老实说是骗不了人 但是大家都被骗 对 骗到现在 这个习近平 李克强上台 他的头一件事情就是 十二五计划基本上停掉了 是 十三五计划可能都要全部掉 要改变 对 所以大陆进到一个就是 巨无霸 在空中飞行 失掉了引擎之后 该怎么飞的这个问题 是 这个问题 老实说呢 不是 简单的问题 尤其他太大 十三亿人 对 所以大陆的下一步 要怎么走 我相信没有人知道 包括习近平 李克强在内 是 第三大幻象呢 就是认为这些商品的价格 黄金价格 白金价格 会永远一直往上升 而金砖四国也会永远 这个欣欣向荣 但是这个幻象呢 也戳破了 对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 我们是蛮幸运 是 我们过去每天吃 吃迷幻药 每天搞的这个 这个满眼都是幻象 是 今天突然之间 幻象消失了 大家都清醒过来 开始要过正常的生活 所以 后面的前景 倒是很可以期待 台湾其实 我们如果像 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调整 这么巨大 它对台湾影响是大的 比方说 我最近碰到一个金控的老板 他就告诉我 他说最近从银行 贷出来的钱 大概有九成 都汇到大陆去的 那这个 大陆现在银根很紧 所以台湾这个资金 就不断地咬过去 那这个长期来讲 如果大陆带张 你看最近他的银行 他的股价本一比五倍 还没有人敢买 这个情况当然是严重 就是他的 受信的品质 大家是打问号的 那银行里面最近 我看到 像中株敌核 因为在大陆 打开一片天 那我最近看到 股价从97块多 它突然掉到62块 原因在哪里 很多人说 他大陆倒账很严重 这个就是说 现在真的假的还不知道 但是市场上会做有很大的联想 那这个就变成说 你连那个豫荣 做那个汽车换款 大家就开始担心 到底会不会被倒账 那这个就是说 大陆过去给大家想象 都是一个顺境 加分的 现在很可能会变成扣分或减分 那我想跟这个大陆 连结很多的内需 销费 最近好像都受到很大影响 我看在香港挂牌有一个 卖鞋子 卖你鞋的达夫你 他在最近两三个月当中 股价将近10块 卖4块多了 腰斩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看到 过去的印象 比方说 我看到很多的投资人 非常喜欢买香港的A50 中国基金 他半年前14块多 现在8块多了 他这个突然之间 跌幅之惨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国大陆过去的一个 无限的扩张当中 我这次到内蒙古 看了二我都是 那一种鬼城 触目惊心 然后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大陆在过去一段时间 从水泥 钢铁 玻璃 石化炎料 最近那个石化液 听说严重到什么程度 那个船 散撞人开来之后 他没有除草 可以卸货 那个船就到海里面飘 等着卸货 大概等一年 还没有办法 所以最近你看到 中国远洋的董事长 魏家福下台了 为什么 他连续两年 都快一百多亿人民币 为什么这个 货柜人也好 散钻人也好 现在状况都非常惨略 所以整个大陆的一个 在过去的无限的扩张当中 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巨大调整 那是触目惊心 所以我说到内蒙古 到包头 去看那个包头礼业 我看完干项很多 我看到一个工厂 我从这边走 走到那边 东边走到西边 那一条生 一条而已 750公尺 一个生产线 那只是一个工厂 其中之一 所以你到大陆 看那个工厂 有多大 那是难以想象的事 好 我们稍微休息回来 我们再来请教马老师 我想他已经给大家 带来一个很大的启发了 他告诉大家 美国经济在这一轮调整当中 它有可能过热了 中国大陆的调整 可能辛苦了很多年 这个很多年 可能大家想象不到了 这个都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太多人看坏美国 看坏美元 看好中国 看好中国大陆的经济 现在刚好有点倒转 这个倒转 我想未来的调整 一定非常辛苦 而且台湾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该对中国大陆开放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打大门关起来 现在稍微要把门关紧一点 结果我们大力开放 所以我们三个领导人 看起来这个方向都走错了 所以我想台湾所面对的冲击 应该是非常的大 回来之后 我们要请教林经理来告诉我们 在QE在目前的关键时刻 他对外汇市场 他其实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台湾 过去我上级的时候 认识我的人 都会问我说股票怎么看 现在没有 他现在问我 他说我澳币还可不可以加码 这个纽币可不可以加码 南汇币可不可以买 大概都问这个 所以现在对外汇关注人 越来越多了 所以今天等一下回来 我们请光鑫兄 你来告诉大家 现在外汇的外币 我们应该怎么来操作 稍微来 by bwd6 歡迎大家回到現場 剛剛馬老師說 這個世界越來越好玩 我看到最近 有兩個很突顯的例子 那個Pinko的Gross 原來那個Pinko的債券 全世界熱賣 最近被贖回的金額 非常的龐大 而且買到Pinko債券基金 現在損失都很慘重 那台灣其實我覺得 還有一個最近 大概這幾年 有一個迷失 另外一個人就是 去買那個房金 那個John Paulson 他原來是拋空大王 他有一檔 專門做黃金的基金 他原來額度8億多 現在剩3億多 那黃金在跌的時候 他一直咬住 他說美國大量印鈔票 黃金指揮掌不會跌 所以他在別人賣的時候 他藝術家 現在滿手燙得 是差不多哀叫了 所以他今年大概一檔基金 賠了快70% 那麼從這個情況來講 整個世界在倒轉 台灣的投資大眾 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熱衷海外基金 所以我們海外 這個高股息的收益債 我們新興市場的高收益債 我們大買特買 現在看起來 新興市場發生重創了 而他的發行的 勒售債券更危險 但是我們台灣的投資人 是趨資若鶴 所以這個很多過去你認為 對的是在這個地方 很可能變成錯 那未來的投資 你叫做步步驚昏 你不小心就踩到地鐵 而未來的觀念 你到底錯還是對 會影響你未來投資的戰果 所以我想包括外幣的投資都一樣 外幣過去您可以看到 大家對澳幣是趨之若鶴 很多人都買澳幣 為什麼澳幣在10年前 是0.46對1美元 後來漲到1.058 比美元更大 現在還在九毛多 所以我想請光信兄 把這個最大時間 美元的強勢 它跟QE的連結 然後跟現在這些比較大的 這種過去的高息貨幣 其實最近很多人 都感覺到受傷蠻重的 那你給投資人 什麼樣的建議 目前我們看到 這個美元在升值 實際上它升值的速度 算是相當的緩慢 因為像我本身 一直有在關注歐元 歐元在過去的半年來 實際上是在1.3附近 一直在做盤子 歐元上禮拜跌破1.3 今天又拉到1.3 又全部拉上來 那英鎊本來在1.5以上 應該跌破1.5 現在也拉到1.5 實際上就是歐幣的部分 在今年算是穩定 那所有在貶值的貨幣 都是由這個央行 自己去策動貶值的 比如說像日本 或者是像這個澳幣 澳幣它貶值一開始的時候 是澳洲央行 它自己表明說 它本身的經濟沒有問題 它也沒有通膨的問題 可是它認為 自己的貨幣匯率太高 那因為他說了這句話 所以就造成澳幣 從1.02左右開始起貶 那到目前為止 這個澳洲的經濟數據 又開始好轉 它的就業又開始好轉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這段時間看到的 這個匯率比較快速貶值的 實際上都是 他們的觀念都是 先貶先贏 先貶值的國家 先享受這個經濟復甦的成果 因為始作俑者就是美國 那比較慢貶的國家 實際上就是這些新興國家 比如說像這個 剛剛謝總提到說 新興市場 巴西最近貶很多 對 巴西貶很多 新興市場的股市跌幅 印度只有貶 印度只有跌0點多 對 可是有買印度基金人 感覺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買印度基金人 今年的虧損 應該有超過13% 全部都是匯率 貶值所造成的 那匯率貶很多 對 它的匯率目前是在 它股價沒什麼跌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 越晚貶值的這些新興國家 它的狀況會越危險 對 因為它貶值的時候 會造成這個連帶的效應 所以我們目前在看 實際上以開發國家的 這些匯率 照理講只要美國的利率 在往上升 美元的強勢 大概就是沒有辦法阻擋 所以像比如說像奧幣 最近已經開始在0.9附近 好像有指貶的現象 可是這個是不足以相信的 因為美國的利率在往上升 那只要是美國利率 沒有任何反轉跡象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假設說 所有的這些 已開發國家的貨幣 它是屬於一個 緩慢貶值的狀況 新興市場國家就不一樣 新興市場國家目前的 這個匯率貶值的速度 有越來越快的跡象 那這個會影響到 很多投資人手上的 股票基金 還有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還有全球債基金 那這兩個領域會是在 這一波的這個匯率升變裡面 最大的受害者 是 我想我這一期金座刊特別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你的投資組合 需要做一次健康總體檢 因為我們過去很多 這個大家認為是對的觀念 現在看起來好像都不對了 那也無料這個 我特別請教馬老師就是說 你過來看這個美元這個當然強到這裡為止 美元已經大概創兩年新高了 它上一波的高點是84.1 這一波的美元是到84.853 看起來它現在比過去更強了 而且這個如果照這樣一個態勢的話 全球資金萬一往 美元資產的部位移動的話 那這個會對其他的 包括尤其新興市場 帶來傷害是很重的 因為這個資金的外移 你看最近我看到香港股市 它最高今年成交那是1296億港幣 這兩天都400多500多億 所以它的熱錢再測出 再往外走 中國大陸過去FDI是正的 然後現在開始慢慢 它的資金的國際受資 變成馬來拉斯 也開始資金在外流了 如果過去中國大陸是吃全世界的資金 進去的補藥 現在開始資金如果一旦外逃 像最近我看到一個現象 像包括人民幣 人民幣理論上 它中國經濟已經走下坡了 出口也開始要衰退了 但是人民幣一直升到6.116 這個跟其他的金鑽四國的國家 像巴西完全背到我而止 也就是說 它好像現在走上那個不歸路了 經濟明顯走下坡了 但是人民幣又不能扁 為什麼一扁可能錢跑更快 那這樣一個窘況我們怎麼來看下一步的變化 您剛提到一件事情蠻重要 就是人民幣的走勢 因為按照資金外逃加上出口 在這個衰退的狀態之下 貨幣是要貶值的 而且通常像美國像日本 他們貶值是唯恐不及 因為貶值可以就出口 但是中國今天居然到了 連貶值都不敢做的這個地步 原因之一就是您剛講的 如果它預期它要貶值的話 資金外逃速度會更快 第二個就是它的通膨比我們想像要嚴重 它官方宣布的是二點幾二點幾 但是就有一個人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過去這段時間 大陸的貨幣存量增加了一倍 變成兩倍了 但是它的商品的供應量 並沒有增加那麼多 那你用簡單的經濟學去看 供給沒有變 但是錢多了兩倍 那價格怎麼可能是保持原狀呢 所以通膨其實是蠻嚴重的 那今天呢 它為了要讓民怨不至於起來 所以它就想辦法不讓人民幣貶值 因為一貶的話通膨更厲害 所以它現在到了一個走剛鎖的狀態 怎麼做都不對 對 前進也不行 後退也不行 左邊掉下來 右邊掉下來 所以它真的是束手無策 至於說是這個國際商品的這個價格 那一個原因就是 是用美元計價 對 所以美元這樣一直快速升高 當然它要跌價 第二就是 過去20年 中國是一個對國際商品強烈的一個 一個需求的國家 對 一個需求的國家 但是呢 經過2009年 它的快速的公共建設啦 這個擴產啦 它發生嚴重的 就是產能過剩的現象 是 支出過多的現象 所以中國目前呢 看得出來就是 它的這個製造業 在快速的在收縮 所以你剛剛說 這個大量的這些這個原物量 運到中國下不了船 所以它目前沒有那個為納 它為納在縮小 對 所以對全球來說 它過去20年 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動力 是 它的快速擴張 乘上它的規模 它讓全世界的商品 出現巨大的需求 對 但是當這個巨大的需求 突然萎縮的時候 全球所有的需求都要下降 所以這兩個因素 它那個供需缺過 不得了 我最初到大陸去看 它那個水泥 一年的產量是30億噸 它全年的需求量是19億噸 這個都出來那10億噸 你這不知道怎麼辦啊 現在那個磁化營量裡面 一基啊 大概產能比那個需求量 大百分之60 鋼鐵也是如此 鋼鐵也是如此 對 太陽能也是如此 對 這就是 主要重大的這個物資的生產 在大陸都出現嚴重過程現象 是 所以全球的原物量需求 就被它拉下來 是 所以這個情況呢 第一個就是看美元什麼時候只升 對 我覺得這個現在看不到 是 第二看大陸的這個需求 什麼時候不會再萎縮 是 那也看不到 是 所以我覺得商品的這個行情 是非常值得 非常顯優的 對 現在我看那個略價是 從5萬1800 掉到多少呢 13650 我看跌了70%了 而且看起來還 還在跌 還在跌 這個 那就很可怕了 現在硬商品你說像工業生產裡面的 新啦 籤啦 內啦 那個跌都蠻重的 軟商品要吃要喝的 比方說你看到糖 糖最高是 一磅36.08每分 現在呢16.24 咖啡最嚴重 咖啡是306.25 現在呢120 121.63 都是腰斬以上 對 都是腰斬以上 所以這個現在看起來是很詭異的 還有一個就是 你現在在投資全球股市當中 可能要非常注意一個變化 這個光晶又可以幫大家解讀一下 股票市場的投資啊 你必須啊 要注意匯市 現在你們剛剛你講到印度就這樣 印度的股票市場 它其實它下跌 大概沒有什麼跌幅 就0.2而已 但是呢 印度的盧比啊 那個扁了10幾%的時候呢 你假如買印度的相關的基金 可能你帳上就K了10幾%了 所以全世界如果到目前為止 還是馬老師講的這個觀點 最精準就是 美國呢 美元升值 然後呢 美國股市上漲 這個是股費市雙漲 這個中間吃一等的是 股票漲很多 但是呢 匯率扁很多 日本 日本日元是77塊一毛多 扁到100 那大概它扁了快30% 那扁了三成呢 股票漲了三成 兩個打銷大概沒有 但是最嚴重就是 股價也跌 但是呢 匯率也扁值 巴西最嚴重 巴西股票跌20幾% 匯率又扁到20幾% 你加起來你如果買巴西的基金 那我快賠死了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如果看這四等份 就是說 股價漲 匯率漲 是優等 股價漲 匯率 貶值 一個呢 匯率 的股價跌 匯率升值 這個很少 大陸算 大陸是很少 再來就是股費雙跌 我們如果看這四等來講 現在巴西那些看起來最嚴重 我們怎麼來看下一個 你如果說美元照這樣 光清兄怎麼解讀 在柏蘭克的發表 幾次講話之後呢 我們看禮拜四 禮拜三晚上 全球金融市場 柏蘭克講話之後呢 看起來那些原來跌了滿多的 這個新興市場的匯率 又稍微升一點 那這個趨勢 我們後面怎麼看這個匯市的變化 我認為說 目前整個行情在反映 實際上並不是完全反映 這個QE退場這件事情 它真正反映的是 柏蘭克要離任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的這個確定性是百分之百 那柏蘭克離任 因為大家認為說柏蘭克 它本身就是美國利率 這個低利率的保證 那既然它離任之後 實質真正有影響的 就是美國十年債的利率 那只要美國十年債的利率 往上拉的時候 今天已經高到六七度了 對 之前最高有到接近2.8 那過去的經驗就是 只要是這個 開始緊縮的這個階段 利率的上升 Average是1.5%到2.5%左右 也就是說 這波的美債利率往上拉 比較有可能的這個結束點 是在接近3% 離目前大概還有1.2%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這個 現在如果已經發生 股市和這個 會市同時下跌的國家 它最後是有可能會 演變成這個金融危機的 這種模式 就巴西最慘 巴西你可以補充一下 我覺得 巴西是幾好一生 這個是很不可思議的 一個人在羅塞福上 當總統他聲望非常高 而且有一段時間 全世界熱錢往巴西去拱 所以他大力去趕熱錢 把熱錢趕跑 那巴西也贏得 2016的這個 奧運的主辦權 還有一個世界杯足球賽 也是巴西拿到 所以好像這幾年好得 都巴西拿到手了 但是今年巴西的經濟 慘的慘不忍睹 我認為巴西 巴西經濟會特別不好 有兩個原因 實際上它受到 它除了會受到中國的影響 因為這個 典物料 它的這個鐵礦 最主要都是出口到中國 實際上它的經濟 還有很大一部分 是受到歐洲的影響 因為這個巴西的金融業 語言的關係 實際上有非常多的 西班牙業 西班牙的金融業者去投資 所以造成之前的歐債的問題 這個產生蝴蝶效應 影響到巴西的金融體系 那這個會是巴西目前的 這個比較糟糕的部分 可是它的好處 就在於說 它因為從2010年之後 就嚴格的阻擋熱錢的進入 所以造成它目前 本質上面的泡沫 並不算嚴重 那這樣子的一個 匯率的調整 實際上對於這個巴西來講 會是有幫助的 我們不認為說這個 它可以這個很快就一飛沖天 可是在這個 整個QE衝擊結束的尾聲 巴西就有可能會是 比較早期這個 開始展現復甦力道的國家 是 好 我們稍微看看 在這個調整當中 現在 先下來的人蹲在那邊 這個全世界最有趣的 我看同樣中南美洲 現在都很慘 你看那個 現在那個銅不行的時候 資歷最近狀況不好 阿根廷農產品很多 阿根廷最近也不好 然後巴西看起來傷害最大 現在這個一個國家是最可怕的 叫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去年底股票收盤是 四萬三千九百多 現在多少年呢 一百二十三萬九千多 我沒有去過委內瑞拉 無法評論 但是我看那個股價那個上漲 那簡直嚇死人了 這個是大概全世界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這個是 大家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茶餘飯或一個話題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 我等一下請教馬老師 就是說 美國如果走上復甦之路 下一個就是 他可能要馬上面對 美國的利率要改變 也就是說 美國維持0到0.25 從2008年海嘯之後 到今天為止 大概長達五年 美國這個零利率 很少那麼長時間 這個0到0.25 已經五年了 那到底後面怎麼走 最近高層有一篇報告 他說2015年 美國十年級的公債值利益 會到四 如果它往四走的話 我相信 美國的利率往上拉高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美國利率走高 對全世界來講 它帶來那個影響 一定是非常的大 這一點等一下 特別請教馬老師 稍後回來 好 全世界的經濟巨大的改變 那麼這改變當中 我們要看幾張圖卡 2013年以來的金磚四國的股市 大致上都是一個下跌的走勢 所以過去來講 大家對金磚四國的商品 大家趨之若武 現在看起來要改變了 那麼日經指數 最近到14000多了 那麼它最高到15942.6 再回答到12415之後 往上拉升 日本股市的漲跌 跟日元的升扁 大致上有一個連結 所以安倍最近是受到全世界高度討論 它是三支劍 每個國家都在講 那麼我們看到巴西 剛才光信兄特別提到了 巴西現在的股市 它在之前最高7萬3000多 現在的位置大概在15000 所以73000跟45000相較來講 是跌了不少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到 到目前為止 今年股會是表現最差的五個 大致上大概都是金鑽四國有關 然後歐洲是一個捷克 一個是希臘 其他的我們可以看到 南輝幣是相對跌得比較深 南輝幣的下跌 跟黃金價格的下跌 有比較大的關係 好回來我們看到這個 在目前的這個情勢來講 好我們剛才談了很多 要請教馬老師的 如果美國在未來QE退場 美國的利率往上拉高 這個衝擊一定是非常大的 因為過去大家都藉著相對的利息低 然後熱錢到處去找那個標的 找獵物 那如果美國開始升息了 這個影響到底有多大 你剛特別講到房地產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就是在過去一段時間 環市大量擴張信用 去買房子的人 恐怕你要非常小心 馬老師怎麼看 對美國這個利率升高 跟其他國家利率升高 是一個很不同的現象 是 因為其他國家 新的國家利率升高 是因為它資金外流了 所以一方面是資金供給減少 是 利率升高 一方面是它的政府可能是 為了要阻止資金外流 是 所以主動把利率拉高 但是美國呢是資金 像它這邊湧進去 對 湧進去理論上是 利率是要降低的 對 但是呢 因為大家認為這代表就是 QE不會再延續了 是 零利率政策可能會廢止 是 預期利率要升高 預期利率升高的時候 首先打擊就是固定利息的債券 對 所以大家拋售債券的時候 債券的利率就升高 對 可是呢 當大家拋售債券 而資金又這麼多 湧進美國的時候呢 是 這個資金呢 就會從債券市場 會進到其他市場 是 所以一個市場就是 房地產市場 一個市場就是一般的消費市場 對 投資市場 而這樣的需求 會把市場利率拉高 是 所以美國它會因為需求的旺盛 資金過多 而且造成了通膨的壓力 對 會讓利率升高 所以剛才預測 美國的這個10年期 債券會到4% 我認為到4%的時候 表示美國的通膨應該已經滿嚴重 對 但是呢 如果在過去長期保持低利率狀態 吸引很多人去買房子 這時候呢 會發生就是過去我們看到前兩次這個現象 就是Greenspan就做過一次 前面做過一次 是要他把利率開始 從低利率升高的時候 房市就崩潰 就下來了 2000年美國在對抗高科技泡沫的時候 是6.25 就葛林斯坪 對 那下來之後呢 大概1嘛 對 然後再上去讓房 因為房地產下來之後 他為了讓房地產漲 他又把它這個拉到1 1以後呢 房地產開始漲上去之後 它5.25 上一次是5.25 降到0到0.25 所以下一輪 你覺得美國利率會怎麼做 我覺得美國利率升高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主要是它經濟過熱 但是呢 其他新市場利率升高 就是因為它資金流出了 要防止資金外流 而這兩者 都是對房市最具有殺傷力的這個變化 因為 你怎麼看 現在就是說 亞洲房地產 在這10年 那簡直是草翻天 就是中國大陸大家 你看到現在為止 大家都認為中國的房地產要跌對不對 跌不下去 台灣大陸認為房地產無法無天 就大陸出來罵 還是會漲嘛 所以亞洲的房市 你看 韓國 香港 新加坡 包括現在的東協國家 我看它都都漲翻天了 那這一輪如果走到這裡 我一直感覺說 黃金突然跌40% 房地產後面是有危險的 我在前年的時候可能太早了 我那時候估計QE可能要退場 所以我就跟一個房市的大多頭打賭 對 我說如果那年的年底 利率升高到4%的話 我說房價會大跌 對 他說 它不會崩盤了 但是應該會腰斬 這是大多頭的判斷 結果當然那個時候沒有發生 去年沒發生 現在可能要發生 所以如果台灣的房貸利率 真的從現在一點幾 對 漲到4%以上的話 房價是可能腰斬 我想另外一個請教光清兄 你是外匯專家 台幣現在30塊 大家都覺得 我看產業界人士 你看他說 入圓別人30% 我們應該要扁一點對不對 那現在今天新台幣是29塊多了 29塊79 29塊8 那因為彭總裁一向以穩健著稱 我相信他不會讓人民幣扁很多 我們怎麼看新台幣下一輪會怎麼波動 之前在這個大概一年之前 彭總裁的態度一直都是強力的去主升台幣 可是自從這一波這個新市場資金 開始外流的時候 彭總裁的態度開始有一點點改變 就是實際上他目前 比較像是打算把台幣穩定在30元附近 所以在這段時間 所有新市場貨幣在貶值的時候 台幣的貶值幅度是相對小 非常非常多的 可是我認為說 這件事情實際上對於台灣來講 不是非常的有利 那就過去的經驗來看 這個台幣的這個短期波動 非常容易受到這個外資 在股市進出的影響 那因為全球新市場在貶值 所以他們就會認為說 台灣的這些股市的相對價值會降低 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 實際上看到這個 明明台積電的這個業績 或者是展望都很好 可是外資看起來賣的這個 非常的認真 那我認為說 在這樣子的背景下面 台幣應該是會慢慢朝這個31塊去走 那如果說在某一個時間點 這個彭總裁放手 讓台幣增值的話 那個速度可能就會變快 那現在因為畢竟這個台灣 還有這個亞洲的部分 還沒有感受到這個 比較明顯的通膨 如果說因為剛好這段時間 這個油價已經開始在往上升 如果說這個通膨 開始在往上升的時候 那彭總裁這邊 可能就會有這個 更強力去變成 反向竹貶的這種意圖 那這種竹貶就會變得比較危險 因為比如說像現在這段時間 這個新市場在貶值的過程中 印度 印尼 還有土耳其這三個國家 已經開始在市場上 拋售 拋售 可是越拋售 它的匯率實際上是 貶得越來越快 對 那如果說這個 台灣變成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這個台幣貶值的幅度 就我們就必須要考慮 不是緩慢貶到31 而是有可能會有一段 這個比較激烈的走勢 1.9598號 所以那個土耳其里拉市 最近突然意識大幅貶值 那這個貶值就它容易引發 社會上的這種動亂 你看到原來那個公園 那個土耳其的 伊斯坦堡那個公園 六百棵樹 那政府想要移走 要蓋商場 學生出來就抗爭 抗爭以後就變成 這個流血事件 那巴西最近有類似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想就是在一個 這個順勁的市場 國家領導人很好做 但是 當經濟上面臨很大調整的時候 看起來 國家領導人是相對難為 我們稍微休息回來之後 再來請馬老師來告訴我們 在最近這種變動當中 我們下一個對策應該是站在哪裡 稍微回來 好 歡迎再次回到現場 我們節目見進尾聲了 最後要請教馬老師 我們來看到就是最近其實 從安倍晉山的三支劍 給全世界帶來熱烈討論 我們台灣每個人都在講馬東彭 一個三支劍 那這三支劍到底怎麼個打法 那現在包括 如果中國大陸經濟 開始面臨艱苦挑戰 我始終感覺 台灣我們這幾年想辦法 兩岸開放 開放以後好像好處不多 但是現在我們承受到 中國大陸調整的壓力 可能會會聚增 這個聚增包括我們看到 原來ECOFA政府說 ECOFA之後 台灣會有很大的經濟發展的空間 三年之後看來很少 那這次服務貿協議 大家開始怕了 那到底未來這個 馬總統站在這個 整個全球經濟 巨變的一個局面當中 他怎麼穩住台灣的經濟 其實您剛說ECOFA沒有什麼效果 是因為ECOFA它真正效果 是在後面兩個協議 一個協議就是貨品貿易協議 一個是服務貿易協議 尤其貨品貿易協議 那個東西就是FTA 對 按照目前的這個估計 好像年底就要簽貨品貿易協議 所以如果把那個 加上服務貿易協議就表示 我們在年底前 要變成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對 我們要跟13億人 對 建立自由貿易區 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開放 對 但是您剛在一開場就講過一件事情 台灣在最應該開放的時候 沒有開放 對 就是20年前 對 20年前大陸根本一無四柱 對 台灣什麼東西都強過它 對 我們不開放 對 今天大陸500大裡面有80幾家是大陸的 對 台灣一家都擠不進去 對 所以大陸其實雖然已經開始要外強中竿了 對 還是我們說 還是大 還是一個一個 即使死掉老虎 比貓還大 台灣今天真的是一個小病貓 對 所以對台灣來說 我們是最衰弱的時刻 是 我們最不適宜去大幅度向大陸開放 但是我們現在 今年年底全面開放 是 所以這時候呢 又碰到大陸本身這個危機 可能透過開放會傳遞到台灣來 是 這時候是要非常小心要 非常的步步為引 對 所以站在目前的這個狀態 我會勸馬總統 頭一個就是 任何對大陸開放 要有極端的萬般的小心謹慎 是 讓台灣能夠得到一點點的保護 是 第二就是 要從這個變局危機裡面去找轉機 對 大陸如果現在呢 世界工廠關閉了 這個關閉呢 對台灣有兩個意義 一個意義就是 台灣的生存的命脈被切斷 對 但是從另外一角度來看 台灣轉過來 那角度來看就是 台灣現在的這個生產成本 跟大陸沿海幾乎拉平 最近了 對 所以我們應該是把一部分 世界工廠拉回台灣 拉回台灣 對 台灣曾經是世界工廠 是啊 所以我們可以再變成一個部分的 小規模的世界工廠 是 第二就是 世界工廠的主體 一定是向東協轉移 對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把台灣 對於世界工廠的支援的工作 從中國轉向東協的話 台灣會有機會 是 那第三個是我鼓吹非常久的 就是自由開放 而且是自由開放 對 不是這種 這種半吊子開放 是說 你如果把台灣變成新加坡的話 是 我們的美人所得 會是新加坡的兩倍 對 所以 馬總統有太多事可以做 是 好 只是一件都沒有做 哈哈哈哈 好 我想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馬凱 馬老師 也謝謝林光鑫經理 我想我們在一個 整個世界的變局當中 上半年走完 我相信大家感受到這個 世界變化是激烈的 在這個激烈變化當中 大家要維持一個高度敏銳的嗅覺 做最激動的調整 才能夠真的是全身而退 好 我想今天我們這個節目就到尾聲了 謝謝馬老師 謝謝林經理 謝謝大家的觀賞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